這個為什麼畢業單 這個就要看規劃了 對啊 畢業單的話 我自己 其實我自己的想法是隨緣欸 畢業單的話 因為 我覺得對比TP來說 選拔單局算是非常珍貴的機會 所以其實也不一定要真的 我不知道啦 我當然要看公司規劃 就是要協調 要開會 但是 我覺得畢業演唱會對我來說 會比畢業單還要重要一點 對 我個人的話 因為我覺得 其實畢業單就是 因為選拔單局是蠻重要的機會 所以假設我真的畢業單的話 等於大家就少了一次Center的機會 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 謝謝原始族的衝浪失敗 謝謝原始族的衝浪失敗 我們就是討論看看 對 現在原始族的搖起來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就 我就會 隨緣 對啊 演唱會對我來說會比較重要一點 就我比較希望 我的演唱會可以 就是 好好的舉辦 然後其實公司也給了我 蠻多的權限 就是也 不是權限 蠻多的決定權在我身上 對 所以我其實 還蠻感謝公司的 對 我連畢業都要那麼佛 我不知道欸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對TP來說 畢業單 不是畢業單 就是一次選拔是很珍貴 可能兩年之後 可能一年之後有兩張單曲 那你要想那一張單曲的那個機會 就是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對大家來說非常重要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覺得 若是真的沒有 我也 還OK 就是 畢業演唱會可以好好的辦 對 思西亞可以決定嗎 場地當然就是要 互相溝通協調 對啊 那我個人是抱持著 我覺得 畢業是一個 很蠻重要的 對偶像人來說 還蠻重要的一個階段 我就希望 可以帶給 TINTP一個 完整的畢業流程 就是我覺得對粉絲們來說也是一個 很棒的體驗吧 就是 一個 一個 起承轉合 我覺得啦 我覺得啦